那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说 我也不能永远待在一条巷子 好像也很危险 因为现在台北都在做什么 做都庚 那我们那个是老房子了 哪一天被拆掉 被盖大楼 好样就不见了 我这样有点对不起 好样的员工 所以呢 我就想一想 还是可以慢慢走出去 所以我在2012年的 7月或8月 现在记不起来 我就在学学 我不想你们听过学学 在台北有一个 这个美学的教育组织 那也是一个文创的一个institute 是一个组织 那他就问我说 他在三楼要做一个 儿童的这个美学教室 问我有没有兴趣 进去做一个亲子餐厅 那后来我就答应他 我就做了一个叫 VVG Petite 好样小小 这是一个亲子餐厅 那里面除了餐饮以外 我还放了很多这种 法国西班牙的这种 传统机械式的一些玩具跟游戏 我对科技这件事情 有一点害怕 所以在座应该有很多 将来是这个科技人 那我相信你们如果将来在设计很多东西的时候 应该把人性这些东西要放进去 才可以增加你这个东西的美丽 那我在这个餐厅里面当然也很有趣 很多小孩子很喜欢来 很漂亮 然后后来接下来我也在这个华山文创园区 台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创园区叫做华山 在杭州南路跟这个北平东路口 那因为那个地方你们比较常去 如果有去过应该是去酒厂那一区 八德路那边 那我们这栋楼是在这个杭州南路跟北平东路口 那这一区我们叫做红砖区 红砖区以前是这个做张老丸的工厂 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它是一个张老丸工厂 那现在很多你知道张老丸 它已经不是真的张老丸 它是用chemical做的 已经不是从张树里面萃取的这个张老 所以这间工厂就慢慢的怎么样 就渐渐视为 然后也变成一片废墟 那在大概六年前 文化部他开始修缮它 所以三年前呢 他就邀请好样进驻到这个华山文创园区 那因为他以前 我去的时候我其实真的蛮shocked的 这个楼非常的漂亮 它整个都是用红砖盖起来的 非常美丽 那我就保留了这个红砖的这个美丽 那其他稍微再帮它再修复一下 再把它decoration一下 就变成了好样思维 这个场域 那一楼我就把它拿来做餐厅 二楼拿来做书店 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整个氛围还不错 这个是书店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个好样思维 我就开始不定期的 定期的做一些展览 像在一楼的这个红砖墙面上面呢 我就开始每一个月邀请一位艺术家 不管是油画家 插画家 水彩或什么的 我请他来 然后就做一个月的展览 那二楼有一个小空间只有一瓶大 我就请这个设计师 或者是装置艺术家 或者是这个设计工作者 在里面做一个他们的展览 也是一个月一次 这个楼上叫独乐乐 楼下叫众乐乐 那维持到现在已经有 大概五六十档的这种活动 那在平时我也开始做很多的workshop 什么叫workshop 就找一些职人或者找一些达人 到这个场域来 然后教大家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 那2013年的时候 我又在同样的巷子里面 开了另外一间店 叫做好样喜欢 这个好样喜欢叫VVG chiffon 为什么叫VVG chiffon 这个店其实是一间店把它剖成两半 左边是缝纫店 右边是bacery bacery就是我们的这个好样的这个烘焙的厨房 里面可以做面包 做蛋糕 做甜点 那左边这一块是卖这个布料 卖缝纫工具 卖一些这个老件的这种缝纫的东西 还有一些手做的一些织品的东西 那这个两件 因为左边这个缝纫店呢 它有卖布料 那卖布料里面有一种布料叫做 石缝 雪纺砂 那有一种蛋糕也叫做石缝 我的bacery的这个kitchen 就生产这个石缝cake 可以给大家外带 所以两家店合在一起来 都叫做VVG石缝 那VVG石缝 这个石缝cake 为什么叫石缝cake 是因为它吃起来 这个戚风蛋糕 吃起来的口感 跟这个雪纺砂一样轻柔 所以叫做石缝 所以把两家合在一起 就叫VVG石缝 OK 然后呢 一直到了2013年的8月份 那时候刚好松烟成品成立的 那松烟成品也是一个文创园区的 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promote这个设计师 文创业者的一个地方 我们就在它的b2开了一间 叫做VVG Action 好样情事的一个餐厅 那这个餐厅为什么叫Action 你知道导演 我们这个坐落的位置 location 刚好是在那个隔壁的电影院旁边 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爱看电影 如果开了这家电影 应该可以常常去看电影 所以就有这样的私心 就开了这一间VVG Action 那这间店的这个风格 我就依照这个电影的开始 大概2030年代 那时候刚好是这个art deco的时期 在室内设计来讲 它是一个所谓的art deco的这个时期 那就用art deco时期的这种装置艺术 来做这间店 那也非常非常的有趣的一间店 里面也是一样会有一间小书店在里面 那里面吃的食物呢就比较的轻松 像有一些tapas啊什么之类的 好 我讲到2011几年 2013年了 一直人生就一直不断地往前进 那我开了好多店 我一直觉得 哎呀 这个店你知道 开了那么多店 你就有那么多的什么社会压力 你有什么 你自己的这个 这个薪水的问题 你有这个开店的这个成本的问题 所以就很累 开始觉得自己很辛苦 那我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 景气又不太好 这个生意好像有点往下滑了 我自己其实有点紧张 那一直到2015年去年的时候 那我自己开始觉得 哎 这个好样如果不再 这个再这样继续 这个整个环境这样下来 那可能要面临关店的这件事情了 我自己开始害怕跟紧张 那这个就是人生这个事业做走到一个 一个非常关卡的时候 那当然我就开始想 因为好样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 除了第一次有人拿 大家这个股东拿钱出来 一点点钱到现在可以 让到现在也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可是相对的 可是相对的 也因此这样子 让自己在财务上面非常的辛苦 那我当然就要寻找投资者 投资者投资进才有可能 可是我算一算 我如果到2015年的6月30号 我找不到的话 我就要再见了 我就很紧张 然后当然很辛苦的一年 这个前半年之后非常的辛苦 都在想如何可以解决这个困境 那一直都没有适当的投资者出现 但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 这个全世界超幸运的人 我在6月22号的时候 我就碰到后来我的新的partner 他就很喜欢好样 然后他就 他是一个科技公司 所以要谢谢科技业 这个科技公司的大老板 他就投资好样 所以我在6月30号那一天 就有新的partner出现 那这个新的partner 给我们很大的support 那他自己有两个餐厅 然后当然他有其他的这个传统产业 那个被动元件的 被动元件 我不太清楚 那个是 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是不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什么是被动元件 是你们在做的事吗 应该是吧 OK 反正我也不想了解 不懂 好 那他自己有两个餐厅 他就跟我说 那你要把我这两个餐厅 生意不好的两个餐厅改一下 改一下 让他变好 我就好好好 我就开始 去年9月 我就在 他有一个是在阳明山 有一个叫好样 那时候不叫好样 那时候叫秘密花园 有一个餐厅叫秘密花园 生意不是很好 但是很漂亮 本身那时候还没很漂亮 现在变得非常漂亮 那他就叫我改一下 可是他说我没有钱 你要省点钱改 那我就在两个礼拜的时间 把他改了一下 现在的样子 很浪漫 很适合大家去 你们这些喜欢浪漫的人 交女朋友 什么骑摩车 骑到阳明山 就可以来这边玩 好 好